然后 甩它 甩的时候要平均下去 我们这有凹点 就是有这样子下去 施力不平均 它就要平的 那这个步不能垫太后 垫太后一直会弹上来 那基本上甩了大概三四次以后 有没有 OK了以后 我整理这个模子也是有一个重点 我这一面永远保持感觉 所以我碰到它的时候就没有问题 那这一面是张得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把它刮下来 如果你不刮下来 到时候脱模的时候 它会把旁边的蛋糕体带下来 会缺角 会缺角 其实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那是因为今天我入模 入的还算蛮平均的 你如果入的不平均的话 可能就要多甩几次 对 然后这样子已经好了 对不对 我们再用力地 甩它两次就可以了 好 那就平了 那表面没有那么平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它加热之后 它这个面骨会溶掉 会软化 就它会自动的 均匀的流流到旁边 但是你不能够说中间很大 旁边很低 它没有办法说是 它可能可以微调0.2公分 没有办法微调到1公分 没有办法 所以这样子是平均的 这样来考出来 它一定是平均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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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